大家好 我是錢穎儀中醫師 今天很開心可以接受Pregnant Mama的邀請 和大家講一些關於孕婦健康的問題 很多孕婦在懷孕期間都喜歡吃一些補品 覺得可以幫助胎兒的發育 但記得進補的時候不是應該過量 亦都不能盲目 因為如果攝取太多的油份和脂肪 會令體重上升 很容易形成中醫所講的痰濕問題 痰濕積聚就會引致肥胖 在孕婦煲湯水或進補時間 最好以蛋白質為主 減少脂肪和油份的攝取 如果孕婦想長胎不長肉 是需要強健自己的脂肪功能 因為中醫認為脂肪是雲化水濕 負責消化吸收的功能 懷孕中期的時候能夠強健脂肪 注重保健脂肪 可以幫助營養攝取 令到淡濕不積聚在身體 中醫和嬰兒期間 沒有太過和 淡濕積聚 可以怎樣處理呢 中醫治療上 中藥會用健脂化濕或滲濕的中藥 這些在產婦分娩後 坐完瘀兒後 都可以積極做化濕或虛濕的治療 如果想積極減輕脂肪和肥胖的問題 中醫也可以做針灸和筆館幫助 再見